说起特种钢 你或许对手撕钢不会觉得陌生 那种薄到能轻松撕开 比头发撕海鲜细的钢材 曾是高端制造领域的香薄薄 可你知道吗 除了世界上最薄的钢 中国还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钢 最近央视新闻记者走进了国内一家钢铁企业 在实验室的试剂屏里 发现了一种形似细粉末的特殊钢材 那这种钢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它又有什么用呢 本期影片小编就带你一起去认识一下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赌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一下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什么是世界最小的钢 这种最小的钢并非指钢材的整体体积 而是指它基础形态的尺寸 它以微米级粉末状存在 不同于传统钢材的块状或板材形态 它的每一个颗粒都是独立的钢材单元 直径最大仅500微米 肉眼望去如同细腻的金属粉末 但却保留了钢材的核心特性 甚至在强度硬度等关键性能上实现了超越 此前高端粉末钢金属长期被国外垄断 国内高端工业刀具等产品所需材料大多依赖进口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这一材料的自主研发与量产 天空国际等企业的粉末冶金粘产 制粉能力已达到8000吨 让这种微型钢材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一线 那这种微米级粉末钢是怎么造出来的呢 其实粉末钢的生产是对精准的极致追求 它的核心技术是粉末冶金工艺 与传统的制钢思路截然不同 要知道传统特钢加工就像雕刻石材 需要不断消去多余的部分 这样不仅浪费贵金属原料 还容易产生内部结构缺陷 而粉末钢的制造更像拼拼图大积木 首先要制备高纯度的金属粉末原料 对原料的纯净度要求极高 需要通过精密控制 确保颗粒均匀且无杂质 随后将这些微米级粉末按特定比例调配 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进行烧结成型 让粉末颗粒紧密结合成所需形状 最后通过创新的热处理工艺 调控微观结构 确保成型后的材料既保持高强度 又具备良好的加工性能 整个过程就像一场精密的微观工程 从粉末颗粒的尺寸 控制到稍结实的温度压力调节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准把控 才能让细小的粉末变身性能优异的高端钢材 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金属粉末 正在新能源高端制造 前沿科技等多个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 粉末钢制成的压柱设备 展现出了极强的耐用性 传统工艺制造的压柱模具 使用寿命约6000摩次 而粉末冶金产品能达到2万摩次 未来甚至有望提升至5万到8万摩次 大幅降低了车企的设备维护成本 而在日常使用的3C数码产品中 它也是隐形工程 从精密的刀具到模具充料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它优异的性能能让设备部件寿命显著延长 当然在更前沿的领域 粉末钢的潜力同样令人期待 天工国际等企业正在开发用于 人形机器人的高端轴承钢 凭借它高强度和耐磨性适配机器人的 精密运动需求 而在核聚变研究中 专门研发的核聚变用钢 也依赖粉末冶金技术 为清洁能源探索提供材料支撑 此外 它还能锻造成各种精致的高科技产品 在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拥有广阔应用前景 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实现规模化量产 这种世界最小的钢 不仅展现了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突破 更成为高端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那些藏在世纪瓶里的微米级粉末 正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工业生产与生活 如果说粉末钢是以小见强 那手撕钢就是以薄破局 十几年前 世界上最薄的钢的生产技术被日本德国完全垄断 全球仅他们能造出0.02毫米级别的手撕钢 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根本没商量的余地 为什么他们手握手撕钢就敢这么硬气 因为这种厚度的手撕钢制造起来比登天还难 它要把一块起出厚度0.8毫米的钢带 像擀面皮一样 通过冷渣 退火等20度道工序 一点点压到0.02毫米 期间温度 压力 炸滚排列 哪怕有一丝误差 整匹钢就全废了 所以日本和德国就靠着这技术壁垒 带出机会每年从中国赚走一大笔钱 小编给大家算密账 那时候中国进口的手撕钢 一克就得好几百块 比当时的黄金还贵 一张A4纸大小的手撕钢能卖到400块 更气人的是 人家不光卖的贵 还卡中国的脖子 比如华为 前几年准备推折叠屏手机 眼看就要量产了 国外供应商却突然断供手撕钢 说停就停 一点情面都不讲 那时候中国自己还造不出来 项目差点就黄了 还有医疗领域 1.5T核磁共振机的核心零件 也得用类似的高精尖钢材 一台进口设备 卖800万到1500万 后期维护一次就得几十万 人家技术员过来随便拧拧螺丝 钱就到手了 而咱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仅如此 日德企业还指向中国出口厚度 0.03毫米以上的产品 更精密的材料全部留作自用 谁都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想把中国锁死在中低端制造 别想往高端爬 当时国内企业想用高端材料 要么接受天价 要么根本买不到 可能有观众会问 这种手撕钢不用不行吗 不行 它是折叠屏手机 柔性太阳能 磁楦伏列车电缆的核心材料 现在用的折叠屏手机 里面那层能反复开合几十万次 不坏的脚链称底 用的就是这种钢 手机音量间里的弹片 柔性太阳能组件的模具 甚至卫星零部件的防护层 都离不开它 所以中国不得不买 仅特殊钢材进口这一项 前些年累积下来 中国花的冤枉钱就有1.64万亿 不过国外越垄断 中国企业就越不服气 2014年的时候 山西太刚集团下定决心 要自己搞出手撕钢 当时组建的研发团队 平均年龄才30多岁 领头的工程师叫廖锡 后来还成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他们一开始连参考资料都没有 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的研发过程有多难 小编给大家举个例子 扎着钢带的时候 稍微有点杂质 或者温度没控制好 100米长的钢带就会断成碎末 清理起来得花8个小时 前面的功夫全白费 有一次 团队好不容易把钢炸到0.025毫米 眼看快成功了 结果因为炸滚磨损不均匀 整批产品出现了划痕 只能全部报废 那天晚上实验室的灯亮了一整夜 有人忍不住掉了眼泪 也有人熬不住响车 但团队负责人就一句话 失败了不考核 进步了就奖励 就这样 他们一次次实验 一次次改进 从设备难题到工艺问题 一共攻克了170多个设备难关 450多个工艺难题 前前后后做了700多次实验 有时候为了盯着炸机的参数 工程师们连续几天几夜不回家 就在实验室里打地铺 终于在2018年时 他们造出了0.02毫米的首次缸 虽然比当时国外的还厚一点 但这已经是中国自己的技术了 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客团队依旧没停下脚步 他们还想再薄一点 于是他们又花了两年 把厚度压到了0.015毫米 这一下直接刷新了世界纪录 0.015毫米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头发丝的五分之一 比普通A4纸还要薄六倍多 并且还能承受50万次以上的反复弯折而不断裂 习近平总书记去山西考察的时候 还专门夸了这项技术 说百炼成钢做成了绕制柔 这话让整个研发团队都特别激动 觉得这么多年的苦没白吃 现在他们单日产量能到三吨 价格直接降到了每吨100万元 是进口价的三分之一 这里要注意一点 厚度从0.02降到0.015毫米 可不是简单的往薄了感 泰钢首席工程师廖锡说 这就像闭着眼在高速路上开车 稍有偏差 整批产品就废了 但正因为把材料装备工艺全吃透了 才敢往极限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中国的首次钢技术领先了 国外企业缺急了 国产首次钢量产之后 第一个倒霉的是日本供应商 他们的市场份额不到一年 就蒸发了上万亿元 日本支铁今年粗钢产量 预计跌倒8000万吨以下 创半个多世纪新低 德国那边原本靠垄断 躺着赚钱的日子也彻底结束了 而华为抓住了窗口期 2025年上半年 它的折叠屏手机全球份额 直接冲到了75% 文文亚国三星苹果 对了 苹果原本计划 2026年推出折叠屏iPhone 可眼下最头疼的 就是去这种超包钢材 他们倒是想从中国买 但想买没门 而中国曾经过的苦日子 也该让他们尝尝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